Samson 開始記性如插一網柱 今早想了很久才記得他是阿晴 我很想為我祈禱 今早上來時心裡有一點沉重的感覺 很想你先為我祈禱 為我能夠將整個說話清楚告訴你 所以我請你開聲為我祈禱 祈禱 爸爸,你的心意、你的說話,臨在我身上 讓我能夠有清晰的頭腦 跟從你的心 將你的說話 將你今天要在這個課會 特別是在五、七、七、六年最後的一天 爸爸將你的心意清楚 向我們整個群體顯明 而是爸爸,我們樂意來跟從你 貼近來跟從你 一步都不走差 主,聽我們祈禱,奉耶穌聖明 阿門 我昨天早上起床 我老婆告訴我 昨天晚上很大雨 我不知道很大雨 有人前一晚被大雨吵醒了 有人說很厲害 不過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 有個很好的姐妹給我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我連續兩晚睡不到 前晚終於睡到 所以睡到一隻死豬 所以完全不知道有什麼事 然後老婆一起來說 很大雨 我都不以為然 我覺得大雨就是大雨 九月份、十月份能夠有什麼大雨 誰知道我一完蛋 我打算出門口 你知我的露台很大 一出露台 我看到我兩隻拖鞋在那裡飄一下飄一下 原來我們外面門口浸了那麼高的水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季節有這些水 因為如果是暑假 暑假的時份 一下雨我就已經很緊張了 我會出去 可以收拾什麼東西都收拾它 無求 天台不好 有任何問題 但是我自己心想 當時覺得 我的鞋子四處都是 我想告訴你其中一件事 就是 我有一對在日本買回來的皮鞋 還有四次 你知我沒有穿皮鞋 是一些特別的場合 我已經穿 對上那次可能就是 對上第二次就是你結婚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很少 所以很寶貴 但是上個星期 畢業 所以我又穿了那雙皮鞋 我沒有放進櫃裡面 放在地上 最終昨天起床 一隻在門口飄下飄下飄下 另一隻找不回 我趕著出門口 我就跟老婆說 老婆你幫我找回一隻鞋 你知道到哪裡找到嗎 在哪裡找到嗎 在垃圾桶旁 所以現在我也不知道那雙鞋 究竟是變了什麼 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對我來說 好像小事 一宗小事 其實有時候也會這樣 其實在這裡住這麼多年 這些經常都發生 我有些漂亮 很有趣的片 踢水的片 可以給你看 那我覺得沒事了 處理了它 那就沒事了 之後 晚一點的時候 我們吃飯的時候 神突然跟我心裡說 他提了我一件事 喂 你知不知道我有訊息要給你 我就真的很認真地去問 神話給我聽 有沒有時間 神問了我一個問題 有什麼時間 我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我給你一些訊息的時候 其實你不聽 你以為是很普通的事 你讓它過去就過去 然後你就很淡淡嫌地 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我當時在那裡 我心裡有點怯 因為 神啊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愚鈍 你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動的 你在那裡做事的時候 你在那裡做事的時候 其實我在那裡做其他無謂事 等等 我們說我跟耶穌 是不是 跟耶穌就是做門徒的意思 很簡單 就是說我要跟耶穌 不過我想問大家 有什麼時間 耶穌明明在這裡做事 或者呼喚我們 我們在這裡做其他無謂事 你知道一個跟從耶穌的人 很需要我們有 那種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什麼叫被聖靈充滿 你不要想著我說一些很圓患的事情 對我來說 聖靈充滿就好像 你這樣看鐵甲萬能俠 類似那套 三一萬靈俠 什麼來的 三一萬靈俠 所以你知道 強哥什麼年紀 三一萬靈俠 我也是去看歷史 就是去歷史博物館 看到這些事情 想不到你們認識的 三一萬靈俠 就是說 在這裡 然後那個人 就能夠控制他 那個人 叫他向前就向前 退後就退後 聖靈充滿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 當我說 聖靈你來 你來充滿我的生命 就是邀請他 在我的腦袋裡 在我的人生裡 在我的身心靈裡 都來掌管我 等於每當我說 我一個人被聖靈掌管 意思是 我剛才說的 那三個層面 你都要被神掌管 你的身體被神掌管 你的心靈被神掌管 你的靈被神掌管 你的身體 在電影師妹 當有些人 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些外顯的表現 有些人會手震 有些人會手震 有些人會有不同的事 有些人會很亂 有些人身體的表現 只是會說 我覺得很開心 我記得有些電影師妹 你參加新造型的時候 你會覺得 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沒有很大的反應 不過我就很感受到 神的靈在這裡 我常常很溫暖 電影師妹這個做不重要 重要 因為這些一切 我知道神的靈要來 掌管我的生命 所以我的身體 也是被神掌管 我現在努力學習禁食 身體被神掌管 真的不是很容易 我前天 我跟家寶說 我們吃了七天 哇 就是七天 我今天有點抑鬱 七天沒有吃牛肉 很辛苦 我拿了那些假牛肉 假牛丸 假物魚丸 假物魚丸 但我知道 全部都是假的 身體裡面 在用出來 我很想要 很想要 就像你們看到 iPhone 7 一樣的感覺 很想要 很想要 你不想要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喜歡爆炸 你喜歡爆炸 我身體是這樣 所以你知會 你的身體 要被神的靈掌管 你吃什麼 神要掌管 你如何操練身體 要神掌管 後面其實有個哥哥仔 他叫做子圖 是天文的丈夫 來的 這些真是身體被神掌管 很好的綁衣 我不要說他要做 不過有機會 你一會兒走過 完整崇拜 你拉起他的衣服來看 六塊的 我們這些是什麼 阿安 一塊的 你猜真的嗎 多年鍛鍊回來的 不過大哥 即是說得不好聽 高血壓不在這裏 膽固信不在這裏 痛風 你猜我開始沒有嗎 所以 弟兄姊妹 我說我被聖靈掌管 因為我很想貼近耶穌 耶穌做事 你必須要是一個 不是靠意志的人 但是你必須要 你說 我身體是被神掌管的 神你說我要怎樣我就怎樣 弟兄姊妹 你說我要跟著聖靈 另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理 都要被聖靈掌管的 等姐妹 我見過很多個弟兄姊妹 男的好女的好 我們不讓我們的情緒 讓神掌管的 我們喜歡開心就開心 我喜歡抑鬱就抑鬱 我喜歡發脾氣就發脾氣 弟兄姊妹 我們會不會是這樣 我都引導你這裏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是這樣的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是這樣長大的 我小時候受過人傷害 所以我今天發脾氣有恩 所以我今天發脾氣有恩 弟兄姊妹 我們的心理 都可以邀請聖靈坐在那裏 他作主的 對不對 昨天我和年青人講到 我們中間有一個導演 就是密兜 現在戴帽 有誰來到教堂還會戴帽 只有導演這類的人才會戴帽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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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這麼多人戴帽子 奬下去 我真的從來沒有覺得有很多人戴帽子 原來真的沒有戴帽子 戴帽子,不要涼親 應該會不會涼親 我先說什麼 戴帽子前 對,我跟她說 我說,聖靈好像是導演一樣 譬如今天我們在世上 好像為神做了一台電影 神是導演 神說 你可不可以寬容些 我叫你來接待新朋友 你做祖長 你每次有新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殺了人 新朋友怎麼會來你這裏 姐妹們 我知道你們是新奴 男人的心 是我 其他男人不是 坦白說 你一憑一笑 家寶一憑一笑 真的影響我的心 假若今早 他不生性 找些東西跟我吵架 我今天下來 我告訴你 我整個人都不舒服 全身都不舒服 是嗎? 靖先生 所以其實 李姐妹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那我會不 連孫子也 連喜怒哀樂 都要丟掉 我也是說 你要邀請 聖靈 在你的生命裡 你的心理 你的情緒裡 掌管 你不斷說 事 是他說 怎樣 你要多些討告 你的討告裡面 是說什麼? 阿祖啊 不是啊 我很不開心啊 我很生氣 你不只是討告這件事 你是討告 主啊 我的心 是屬於你的 你來說事 如果你說我要喜樂 我就吩咐自己 要喜樂 你知道嗎? 在聖經裡所說的喜樂 是不受環境的控制嗎? 它是我一種選擇 遙書 是一種選擇 等你 有時候我經常不開心 因為 記得 靖山得罪過我 記得 Candy 經常逼我做事 很多很多事情 記住 我就不開心 鄧姊妹 選擇遙書 是你可以用意志做得到 主我寬恕 主我寬恕 鄧姊妹 當你寬恕 你就開心 你就喜樂 你有這個能力去做這個選擇 所以鄧姊妹 我們的心要給神掌管 不是給你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個世界的自由 就告訴你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 跟從主 主在那裡真的說過 我在跳舞的時候 其他人不跳舞 我在舉哀的時候 你不舉哀 是不是? 你記得神說過那些話 所以 我配合上帝 我配合耶穌 第三 我們說要被聖靈充滿 是我們的靈 這個部分 要被聖靈充滿 靈這個部分 就是 我很知道 神 不是我自己在想 我的前途 很多很多事情 而是 我的靈 和神對得整齊 我知道神的靈 在做什麼事 當然我又說這些 你說我怎麼做 怎麼辦 其實我上個禮拜 我開始跟女人姊妹說 進入禁食的歷程 裡面 你會很深的感受 慢慢放下自己很多的東西 然後你會慢慢開始知道 神原來你在說這些 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是一個三機 來的 看一看旁 看一看他 是一個三機 不過 你可以調教你自己 你可以聽上帝說話 你可以聽其他人說話 你可以這一輩子都記住 那個人對你的任何一句 對你的批評的話 你小時候受過那些難處 你可以這一輩子都記住 因為你有那種選擇 你是要聽到那句 去到哪裏你都會聽到 對了 阿熊罵過我 他是批評過我 說我不夠好 對不對 好像阿熊這樣說我的 對 去到哪裏 你做事奉的時候 你又記住那句話 我做牧師 我又記住那句話 等等 我們心機可以調教 但這個調教是需要長時間的 我 今天第十日 進入禁食 我記得第四天的時候 我才知道 那個人 開始放下很多很多 事情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事情掛念 很多事情在肩膀上 第四天 那個人才稍微靜一靜 所以我記得我挑戰 我不開名了 我聽到妹妹仔 跟她說 你要禁食 然後她很開心地跟我說 嘿嘿嘿嘿 我要禁食 我要呢 我要不吃淡仔 唉…我心裏 我只好哼她去堂 即… 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說 如果你初初第一天 第一次去學禁食 可以的 其實你不吃淡仔 也有一件好 因為她是吃到淡仔上癮那種 一個星期吃兩三次 所以可以的 我覺得我支持她 不吃淡仔 但如果弟兄姐妹 你已經來跟蹤著一段日子 即是你要給自己 提升你自己 即是不要再是 我今晚不看八事入席 我不上Facebook 我早上起床 我跟耶穌說一聲早晨 我不是說那些不重要 不過 如果我想跟你說 分享的是 即是我們的心其實 每一天不停地得受 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來紛擾我們的話 你要用更大的力量 來將自己帶去 天父上帝那裡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上帝真的不停地說話 不過如果我們不用更大的力量 將自己調回 天父爸爸的時候 你會發覺 咦 我也不行 耶穌你說的 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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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事情 兄姐妹 你每個星期回來教會 我很開心見到你 跟別人見面 抱一下你 一起有些鼓勵 但是 如果你的生命真的要改變 唯有你親近住 我很想今天 昨晚我跟年青人說 我其實預備了另一段經文 和大家分享 但一路敬拜的時候 主就給了我另一段經文 我很想今天早上 都和你一樣分享這段 其實我覺得 不容易的經文 看事錄第3章 看事錄第3章 14節 到第22節 找到嗎 找到嗎 找到的 我們一起大聲讀出來 好嗎 我請寧音拿著麥克風幫我們寫大家讀 好嗎 麻煩你 3章 14-22 3章 OK 麻煩你 你要寫信給老底家教會的事者說 那為阿門的 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也不懶也不熱 我巴不得你或懶或熱 你的如溫水也不懶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你說 我是腐足 已經發了財 一樣刀不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 貧窮 核眼 赤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叫你腐足 又買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 凡我所痛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看呀 我站在門內敲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度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直 不勝的 我要示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一乘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意的 就應當聽 這段聖經是寫給一間教會的名字 叫做老弟家 他相信就是在今天 土耳其的方向 土耳其有沒有人去過 土耳其有一個地方叫棉花堡 就是類似的地方 大概是那些路向 所以有機會你可以去土耳其玩 逛逛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教會的遺跡在那裡出現 聖經裡面告訴我 這個老弟家教會 如果他自己評價自己 聖經說什麼呢? 他說 第十七節 我說 我是腐竹 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不過這是他對自己的評價 但是神的說話 這間教會說什麼呢? 神說 我巴不得 將你從口裡套出去 因為聖經說 這間教會 不懶不熱 不懶不熱不是用我們今天所說的 有時候說我們自己 有時候說我們自己 我對神 不懶不熱的 不是 如果我們知道 當時的情景就是 當時的溫泉水 頂姊妹 你已經浸過溫泉了 有沒有浸過那些不懶不熱的溫泉? 你不會浸的 要不就要很冷 要不就要很熱 不懶不熱 其實在當時 因為 土耳其這個地方 老底家這個地方 是一個醫療作用的位置 有很多人進來 就是我想找一支泉水 能夠給我的身體 能夠得到醫治 所以叫找 真是熱的 真是有果效的 當主說 我套出去 其實是說 溫泉水的來源已經有問題了 所以 主說 我不要這些溫泉水 我要套出去 不過我覺得 最恐怖的地方 是什麼呢? 主理的說話 審判我們 有時候說 我們生命裏面出問題 我覺得OK的 不過問題是 老底家看見自己不是這樣 你看看 老底家說 不是啊 主理套我出去嗎? 我覺得我又腐足 我又發財 一樣都不決 我其實覺得很震撼 第一姐妹 就是 這裡講的一間教會 一個一樣都不決的教會 我今天 才開始覺得 我們有少少不決 麥克風終於出聲了 是不是? 我們的麥克風 但是你想想一下 如果講的一間教會 一樣都不決 哇 那道sign system 好得不得了 是不是? 我要什麼 我們上面 四樓的那個房間 如果有機會上去 有很多不足 你看看後面 等一下 我們要不就不做 要不我們太難物 以物換物 其實 哪有這麼整齊的 你想想一下 如果有教會 什麼都有 又付足又有錢 應該是很好 是不是? 但是在神眼裡 他這樣說 你卻不知道 你困苦 可憐 貧窮 核眼 赤身 原來 原來 當用神的眼光 照進去這間教會 的時候 他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不過最大的問題 是他不知道 他自己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神叫他 你悔改 要回轉 眼光 不再在看自己 擁有什麼 神眼光 在看什麼? 神眼光 真的在看 問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在問歷世 歷代的教徒 你和神的關係 如何 不是在問 你有沒有回教會 不是在問 你有沒有 非英 不是在問 你有沒有去 笑 而是在問 神 你所信的耶穌 在你身上 是不是 作主 作王 你讓祂充滿你 你的身體 你的心 你的靈 是被祂充滿 還是被其他東西充滿 你的人生 有時我們的軟弱 我們無法改變 但是 你每天的討告 我是不是問 主 你來幫我 我每天的討告 我是不是跟主說 主 你來充滿我 你來充滿我 我願意在你面前 降伏 降伏 我教小孩 我們帶任何的東西 我是不是用主的方法 用主的想法 還是 主 我有我那套 你也有你的那套 有時候 我跟耶穌 有很多人跟耶穌 用自己的方法跟耶穌 你有沒有聽到 我跟耶穌 我按我的節奏 按我的方法 按我想的方式 但是我們很少問 耶穌你想我怎樣跟你 這個重要得多 所以 在這裡告訴我 這間教會 當神這樣說他的時候 主就說 你如果知道 你自己在那個問題裡面 在那個罪裡面的話 要起來了 你要回轉了 不要讓自己 習慣留在罪惡裡面 我告訴你 我也有這種傾向 我是這樣的 我也改不了 我相信耶穌 我最近寫了一篇 感謝的信 回到我自己的母會 我喜歡開始回教會 我一直寫回去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數一下 原來我有一些 我漏雜 是我 完全改不了 我就跟自己說 接受自己 就是這樣 我發覺 這個這樣的靈 都在我裡面 阿等姐妹 神說 你再看一下 他說 十九節裡面 聖經說 凡我所痛愛的 我就紮備 管教他 所以你們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悔改是什麼意思 悔改呢 不是 假設我現在看著那邊的方向 悔改呢 如果我知道我所做的事 我就是 180度的轉變 不是 我知道我做的事不對 不過改一點 做少步 而在我裡面就知道 這是我不應該的事 我要做一個180度的改變 我做個例子 我有些年青人 他們很喜歡罵阿媽 罵阿爸 信了很多年 都很喜歡罵人 我告訴你 你要悔改 為什麼 因為父母是按著聖經 說要敬重的 但是有些年青人 我不行 阿媽 是好什麼 所以他只要轉小小 腦裡面 那個知巧裡面 都不肯接受 我自己這件事是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繼續這樣 我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 我是看到媽媽 爸爸那些事情 我是喜歡罵他們 弟兄姐妹 就算我們還沒有改變 最少在我們心裡 我也知道 我這件事 是得罪著神容許的 就像我們弟兄們 弟兄們 我經常說 我們也有很多 在眼目上的情慾 Hello 你好嗎 祝福你 姐妹 我們也有很多 弟兄們 我們也有很多 眼目的情慾 有時候我們會 給自己的績口 我是男人 所以我可以這樣 是不是 其實你這句說話 沒有悔改心 因為 主是說 180度的改變 主的要求很高 所以 就算我改不了 我見過很多 弟兄姐妹 弟兄們 在情慾的事上 很難改變 但是 你不能夠 扭轉 隨便說 我只是說這麼多 在主面前 我們需要一個很準確 很準確的一件事 所以 聖基教 當神光照我們 讓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時候 聖基教 會改了 將我們的心思先改變 不要讓自己隨便留在 那些你覺得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所以我很欣賞 我之前有強哥開聚會 他自己分享 他裡面曾經有一些 很自卑的感受 我自己都牽動 我自己裡面 有時候都有一些 自卑的感覺 你知不知道 自卑都是得罪主的 鄧姊妹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以為自卑 我自己是自卑 喂 大哥 大哥 你看到旁邊 跟他們說 你是神的子女 那你自卑什麼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 神給你一個寶貴的身份 神給你獨特 但你又是拿自己的東西來給別人 神每個都給我們不同的 你如果叫強哥 不是強哥 你叫強哥講英文 很辛苦的 坦白 但是 如果你每次都拿自己的英文 來跟 Gary Gary的英文很差 跟Data比較 我的英文不夠 Data好 你傻的 你拿自己的東西來給 那你不拿Data的木工來給你 他繞了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 是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不相信 你走上四樓 你看看他搭那些東西 你就知道 你明白嗎 有時候我心裡很緊張 我們喜歡比較 拿自己不好的東西跟別人比較 然後讓自己留在那裡 哀哭切齒 又不是神要你哀哭切齒 你又把你自己美好的東西 收起來 沒有把它好好地張現出來 神給你 神造你 救你 用祂的補血買屬你 豈是叫你低頭走你自己人生 靈靈下來的腦 所以我心裡有時候很緊張 很敏鎮 我是說真的 我真的很敏鎮 有時候看到弟兄姊妹 一比較心 我看到自己也敏鎮 因為有時候我也比較 哇 那些很偉大的牧師出來 唉 我又覺得 唉 他主意有時候都憐憫自己 好嗎 所以我說要灰改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 我們不能夠為主做 我自己那份 不是人人都要做同一樣的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些人 你要走在城門 有些人要衝出去打仗 有些人要做計劃 有些人要做溝通 但如果你永遠都是在比較的歷程裏 你就無法埋到位 你做不到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叫小婚走出來領敬拜 我真的有些時候會害怕 他就在彈琴 我就覺得 很放心 叫他靈音彈琴 我見過他彈的 但你還是帶敬拜 好了 你明白嗎 等師妹 包括你的家 請你歸位 好嗎 我已經說了很多事 明年的好心的感受 弟兄們 你一定要興起 因為我見到的是 神要不斷興起家庭 不過弟兄們 我們真的有時候 我見到姐妹出來了 我們在後面有很多軟弱 很多東西拉著我們 很多事業上的東西要建立 很多知識的東西要建立 很多很多東西 但你忘記建造家庭 沒有將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你忘記你是守護家庭的那個 你不要靠你老婆守護家庭 我坦白告訴你 因為只有神給了那個很重要的責任 你守護家庭的 你叫你老婆守護家庭 即是攔著那些不適合家庭 要接受的東西 你老婆會很辛苦的 她會發瘋的 我是說真的 因為神將那個保護的責任 交在男人的身上 你叫你老婆 你不應該看那些 你叫你老婆出聲 她就會變得 好的東西 都會變成很煩的東西 但弟兄們 倘若你興起 說那些東西 我們家裡從今以後不再看了 全家就會因為你 好吧 我們不看了 倘若那些說話 由你老婆出去 你管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弟兄們 你一定要興起 因為我不是單單說 你家庭有多愉快幸福 當然這個肯定是神心意 我是在想著 等於明年 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年份的時候 你要順住神的流 神的確是在家庭上 要做一個很大的翻轉 而男人 你站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若你不悔改 你太太受苦 兒女受苦 你工作的環境受苦 我多謝姐妹們 你們過去擔起半邊 已經不止了 其實已經四分三了 不過我也要勸你們 把這個權 要順復地交給你的丈夫 支持她 望見你的丈夫 請你多說幾句 欣賞鼓勵她的說話 可以不可以 我知道你 看通看透了 你認識了所有事情 但是我也請你 謙卑一些 支持她 因為我想我們整個家庭 轉進去那個樓裡 靖子妹聖經告訴我 看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人聽見我聲音就開門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直 德性的 我要自己 處他在我寶座上 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性 靖子妹在這裡說的 德性是誰 No 那個德性是說我 說你 等子妹你跟從主 你有沒有試過形容 你自己是一個 德性的基督徒 還是一個經常打敗的基督徒 聖經說 聖經不是說 耶穌不是說 看不到我們軟弱的 不過耶穌是說 當我們看到我們自己軟弱 你不是靠自己意志 再改變任何事情 第一 降伏在主面前 你再次邀請聖靈 來掌管你的心靈 當你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為你開門 當你開門 讓主在你生命裡做事的時候 你就是進入主說的 讓主做事 你就會帶來一個 很大的德性 你知道嗎 我們有時信了耶穌幾十年 我們仍然靠著 用著自己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做不到 我就要掩蓋他 我今天很想跟你說 如果主今天有些事情 是主光照你的話 你要坦白要承認 你要被主改的 你甚至乎有一種心裡的想法 就是 主啊 死就死吧 如果就算我因為這樣 我要承認 在我的組裡 在我的守望的人面前 承認我裡面 一些有的問題 死就死吧 我就改變了他 如果有些過去的事情 你覺得一路牽伴著你的 你要放下它 為什麼我特別要這樣說呢 今天看看這個題目 今天是五七七六的掌尾一天 什麼是五七七六 其實我一直跟達英姊妹說 我們很想你們一起去看看 其實神在他眼裡很體重 用猶太人的身份 猶太人是神所選的選民 所以很多時候 在歷史裡 我們看到神是不斷地透過 猶太人的歷法裡 所發生的事情 來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譬如我們明晚 我們說一起要過節 有贖聚節 朱鵬節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朱鵬節 其實耶穌出生不是在聖誕節 耶穌出生 如果你不是一個猶太人 一個猶太人出生 祂會告訴你 應該會在朱鵬節 所以我想說 朱鵬節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神與人同在 所以神 我們的天父爸爸 就選了在朱鵬節的時候 讓耶穌來到世界 我想你明白 其實這個節日是很重要 今天是五七七六 是什麼意思? 就是欺憐 過去一年 我不停和你提 欺憐 欺憐 有些事情你覺得被捆綁 求主釋放你 有些事情你覺得 你要跟祂說再見 可能是仇恨 在你心裡 你覺得放不下的事情 跟祂說再見 甚至乎一些好的事情 你都要跟祂說再見 你的好好的習慣 比如最近我挑戰一個年輕人 每次跟祂說 你來領洗 我鼓勵祂 心裡就想 不可以 我媽媽不可以 你有沒有跟媽媽說過 不可以 一說媽媽 我都想到她會怎樣 我真的跟祂說 如果主要緊的話 有些時候有聖經教 在聖經裡面告訴我 有人說 主要我要跟隨祢 然後耶穌說 你們跟從我 然後下一句就說 不過先讓我回去 埋葬我的家人 你有聽過這個聖經嗎 耶穌就說 那你不要跟我 為什麼 耶穌不是專門叫 家人不用要 不是 耶穌是說 如果我們有時候 進入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 有一些關係 你都要放下 不可以讓祂比天父 不可以讓祂比耶穌重 當我這樣分享的時候 我們一起有些時間 祈禱好嗎 主要將祂的訊息 現在就給弟兄姐妹 能夠感受得到 聽得到 讓我們能夠進入祢的流水裡 讓我們不是走自己的路 是主祢帶我們去哪裏 我們便去哪裏 我們便去哪裏 主給我們一個 對祢很大的信服 是超過了我們自己的想法 主讓我們能夠預備自己 接受祢的訊息 多謝祢 聽我們祈禱奉耶穌名求 阿門 姐妹 五七七六 神在希臉裡 我想說 已經在你家裡 在你的周圍 已經破碎了很多的事 神已經打碎了 不過你可能說 我看不到 但我們要提醒你 如果神在那裏 講一粒種子 在那裏 已經要做很多事的時候 你見不到 不代表祂不存在 可能要三個月 可能要半年 要一年 但你不能夠不配合主 所以五七七六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很想我們大家一起學的是 你要丟下 你要放下 讓你自己一個全身的人 進入五七七七 為何我特別要強調 這個五七七七 是因為 一個大循環裡 經過一個大的欺憐 五十年 神將所有東西 好像重新 我們明白的就是 好像洗牌來過了 在屬靈的境界裡 所有東西洗牌重新來過了 如果我們仍然帶著 舊的疲囊 進入新的環境裡 我們是沒有辦法折到 神要做的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說 如果神在 神說 我在五七七年 就是明天開始 我要在男人中間 做很大的工作 但如果我做男人 可能我是這樣做男人 我幾十年都是這樣想的 我都是這樣自大 或者我都是這樣自負 總之就是這樣 就算進入五七七 你仍然帶著舊的想法 思想 你是沒有辦法 乘著神的浪 再上去更高 你不能夠再配合上帝做事 你仍然會活在 你繼續做自己的事 繼續買自己的樓 繼續在生命裡的掙扎 繼續是這樣 因為配合不到 五七七 是告訴你 我全身的時候開始 我們要 這個時候 我要預備自己的生命 我進去這個新的境界裡 當然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我們要和你一起分享 不過我想和你一起 說一件事就是 猶太人 當他要進入新年 你猜他們怎樣迎接新年 我們中國人 過新年 會怎樣做 Emmony Connie 一起吃飯 我夾送給你 我們很開心的猶太人 不是中國人 猶太人有很不同 猶太人由明天開始 連續十日 他們說他會自己 進入一個宿聚日裡 十日裡 他在神面前 放下自己的享受 放下自己的平日 覺得非要不可的事 在那裡安靜 讓自己 求神 光照他的生命 神啊 有什麼要跟我說 讓我能夠把生命裡 那些無無畏畏的事 牽奔著我 阻礙我 以至我不能夠快跑 跟隨神的事 全部放下他 在第十一日 正式進入住牌鐵 意思就是 神跟我同在的日子 請姊妹 我想你改變 一個想法 就是 明天開始 無論你來不來 晚上來不來 討告祭壇 我想你今天 將這件事放在心裡 未來十日 你多花時間 自己能夠安靜 反省 討告 認罪 在神面前認罪 你知不知 認罪很重要 請姊妹 有時候 因為我們信義會 一直都告訴別人 我恩信耶穌就清了意 所以我們經常都不覺得自己 一講到 我今天不是跟你講 有沒有罪 你得不得救的問題 而是當我一直成長 我在世上 其實很多東西是得罪神的 你知道嗎 但是 唯有 當我們進入在神面前 每天我都認罪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咦 我越認罪的時候 你就越肯定一件事 就是 耶穌 我非要你不可 是因為我的罪 擺在我面前 很大的罪 所以 耶穌 你不來洗乾淨我 世上是沒有其他東西能夠洗乾淨我 你的生命就會跟祂連在一起 為什麼今天我們 很多時候跟耶穌 越跟越遠 有些時間是因為 等於我們過了一個生命 是沒有神在 都可以 對嗎 對嗎 你想想 你的小組 耶穌不在 今天都可以嗎 不繼續溫 對嗎 你想想我們的教會 今天我們去到一個地步 可以是耶穌不在 我們都可以每個星期聚會 可以每個星期聚會 我們有團隊 我有 有執事 有我小組組長 大家繼續一起努力 找個俱樂部而已 但有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 甚至我的家庭 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我們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聖靈 我不用聽聖靈說話 我們家庭都可以 所以我就緊張 你的生命 今天一直走下去 不用聽聖靈說話 你也可以繼續很開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樣才是恐怖 所以我很想邀請弟兄姐妹 明天開始 你絕對這十天的熟醉日子 我不是叫你每天打自己 不過真的在面前 起碼你花半個小時以上 不行 如果你們心裡一說話不行 我告訴你 工作是你的奴隸 你已經成為工作的奴隸 如果你連半個小時 你都沒有人放在那裡 不行 你不知道我家裡有幾個小孩 好像恐龍一樣 那你更加要將它交給主 好嗎 我想告訴你 好好用這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的時候 在神面前 主有什麼是得罪人 得罪神 有什麼是 你光照我 我就大膽一點 再張開主你來寬恕我 每天都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第一天 你會覺得很輕鬆 好像沒事 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地步去到什麼 就是 你會發覺有些人 去到神面前 你自己認不到罪 我才害怕 你明白嗎 我得罪了 原來我 全世界都在得罪 我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所以 我很想邀請 我們接下來的十天 能夠進入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因為 我很知道 五七七年 我有很大的心 神要在這一年裡 做更大的事 更多的家庭被翻轉 更多的人 特別是年輕一代 他們要被興起 所以我看著他們 我又是很緊張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 有時我終於睡不著了 因為 有時我看到他們 哎呀 很慘 我又很緊張 動他們 搖他們 因為 神做事 不要再在這裡慘自己了 不要再在想 我找一份工 要賺很多錢 或者在我這一代 耶穌就回來了 會不會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有啊 那你就想 我還在建立很多東西 我不是回去的 然後叫你 變賣了所有東西 如果你這樣做 不是我會吩咐你的 我只是吩咐 未來十天 可不可以 只是請你好好認罪託告 然後十第11天 你進入主盼節 我會將資料 發給每一個組長 我要求每一個組長 你都要在你的組裡過主盼節 你要知道神在這些日子裡說什麼 但是你不為祂預備 你自己不預備好 進入這個贖聚的日子 你過主盼節 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聖誕節 不過是換了東西 可以嗎 可以嗎 我鼓勵哲卿姐妹 所以 有幾件事 我們想一起長壽詩說 這兩三個禮拜 神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因為告訴我 我們生命要為神的緣故 傾倒出去 所以上個禮拜 我講的經文 傾倒 今天我也想說 不過我看到大家 你又覺得 好像Emily看著我 你有說 又是那段聖經 所以我今天不說 不過你要記得 好嗎 聖經裡面有很多女人 都為耶穌的緣故 傾倒用平 有一些是犯罪的女人 她自己知道主歡處她 有些女人 在她的生命裡 經歷過耶穌 在她的生命裡 在她的家庭裡做大事 所以 她 傾倒 她打碎玉瓶 有些女人 她只不過是因為知道 主呀 你要為我死 我為你預備 我對你的說話很認真 因為你說你會死 我就預先用香膏 高滿你 靈姐妹 我不知道你是 神呼召你 今天是哪一種 傾倒 是你覺得我醉 所以主 你這個桌 蓋過我 還是你聽到主 你好知道她 愛你不得了 所以你回應她 但無論如何 你要傾倒 發佛千山靠在你上前 發佛千山靠在你上前 不睡了自己 與你面對面 我被靠不清 我心 在你天地裡 我想你 心为 祝祷我所有 给你去一生之后 神明美佛 美佳好与 神明美佳 祝祷我所有 祝祷我所有 从今以后永远回头 到头只想要在你脚尖 若随我自己与你面对面 我被冒险的事 所以我自己与你脚尖 我被冒险的事 我被冒险的事 如果我与你脚尖 我被冒险的事 我被冒险的事 能听到我声音 今晚今早上 曾经以后 永不回答 我们的情 我的未来 全能听到来自发生 我的名字 我的为爱 全能听到给你 听到来自发生 也许去一生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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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我的未来 我每一天 我只是用神 你自己的标准来过我生活 我过去 无论好的 不好的 都放下了 好像一栋门 第一次我挑战你 好像山上一栋门 锁了它 过去了 因为新的一天 新的一年 神在这儿做事 我们不如回去 再多精神 配合它 所以我很想在这个时间 给你一定时间 你会忍住 如果你知道 有很多东西 我给你一段时间 甚至我最后十天 牧师祢说我给我十天 我好好处理 这些旧的关系 属于我的东西 放弃 我现在用这十天 放下了它 我要进入新的生命 好吗 第二次会 来 开声 如果今天 主光照过你 你坦白 在主面前 主要再遮遮 你跟主说 死就死吧 我要今天 按住你的生活 我做一个决定 按住你的旨意 过我于生 我这个故事 我做一个决定 Zither Harp 一个的意念 中间有一些人 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关系 神话呢 是时候杀了他 杀了他 因为那些关系 是让你犯罪的关系 让你不能够忠诚于主的关系 如果那个是你 我很想今天挑战你 拿一条锁匙 删除这个关系 那个人呢 未必是一个很坏的人 他在影响你 他可能是你的朋友 甚至可能是你的很好的朋友 但每一次当你跟他如上 他总是好像拖住你 每一次都会影响你 每一次都会让你的心不舒服 又退后很多很多步 所以今天主说 可不可以删除他 不是叫你以后不跟他见面 不过是在灵里面 你决定不再受他影响 你的灵不会再向他大大开放 你喜欢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你不会紧张他 你会紧张多于主说的话 第二件事 主给我知道 我很想挑战中间 每一个第二次会 你和你的自卑感说 拜拜好吗 你没有理由 当你说爱信耶稣 我知道我是天父的子女 我请你和你的自卑感说 拜拜好 五七七六 锁掉它 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你 放下所有的比较 因为那些比较是严性结的 你得罪神 得罪创造你 看你为好的那位 他对你的评价 你越比较 你越是其实就和魔鬼说 是我不好的 神做我 不过我不好的 所以你要今天做一个意思的决定 主我连自卑感 比较 我都放下我 不要了 我进入一个新的灵情里面 你的家境 你的背景 你人生的经历 我可以告诉你 主有犯批障发生 因为祂要塑造你 但祂不是要你看小你自己 主你可不可以恩言和主说 你过去给我的 无论高处低处 都是最好的 你给我 我很开心 如果那份你没有给我 主我又一样很开心 因为一定有其他人拿到 其他人一定可以发挥 不过不用我做 Hallelujah 你才会守在自己的位置 就很够了 在你的家庭的位 在你的小组的位 你已经很好了 不要再比较了 放下它 让你不但前类地 进入五七七层 神定义要翻转的一面 我特别呼召男人 今天呼召你们 要做一个决定 要做一个虔誠的男人 即是你明白神的心意 你是负责读圣经的那个 你明白神心意的那个 读好好读神的话 你不需要一定要去神学院 你不需要要上什么课程 我要挑战你 今晚就开始拿神的书 用你最大的力量 读完又读 读完又读 神一定会帮你明白 神一定会帮你明白 神写一本圣经 不是叫其他人解释 叫你根本明白 你根本明白 如果你不知这个基本 也不能做 你怎样带力 家庭 没有神的书 怎样带力 所以我要提醒你 你觉得自己不明白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用心 我会读 今天我要挑战你 就做一个决定 我做一个虔诚的男人 我是讨告的 我是一个独击的人 不是看电视 不是想打手机的人 你要觉醒你的生活 年轻人 我特别要提醒你 由现在就开始要做 带力的人 天父我 我求求你 让我们在 这麽重要的时刻 我中间 我见到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 在这个情境里 会落后 每一个都贴着你上 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 好见到我们 是在过去 那麽多年 都满有恩典 你的恩典 从来都不缺 我知道 正正提醒我们 要起来为你 主 与我们整个群体同在 一如过往 听我们祈祷奉 奉耶稣的圣命 阿们 我们唱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就进入职餐 好吧 我们唱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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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最后 我们唱最后 唱首歌 我们唱最后 唱最后 感谢观看